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人能够左右变化 唯有走在变化之前 以硅谷为坐标 对话风云人物 连接时代前沿核心 纵览商业成功奥秘 硅谷时报 真实有料 精彩独到 我是丽娜 畅销书作家 资深传媒人杨岚 采访了上千位世界政要和各界风云人物 如今他推出了回顾和总结自己30年提问生涯的心血之作 提问 从25个环节层层递进 分享如何通过提问进行有效沟通 与自我 他人 世界 更好的互动 作为中国首届金话筒得主 杨岚有30年的传媒经历 22年制作杨岚访谈录的过程中 提问不仅成为他的职业 更是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2020年3月 杨岚作为美国某著名机构的演讲嘉宾 受邀从纽约飞抵旧金山 在这次短暂的商务旅行中 他接受了硅谷时报的独家采访 分享了提问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您好 杨岚姐 这次我们听说您的新书也将要出版了 我们也非常期待 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新的书的内容吗 是这样 2020年是我进入传媒行业的第30个年头 那么在其中的20多年的时间里 我一直专注于人物访谈 也先后采访了上千位来自不同领域 不同国家的这些人士 也积累了一定的采访的经验 所以在三月底我会推出一本新书 就叫做提问 How to ask a better question 那么这个更是基于新闻采访的专业的内容 来梳理一下过去这20多年做采访的一些心得 同时也把国内和国际上一些知名记者 做过的知名的访谈的一些片段 也纳入其中 这样能够给年轻的读者一个更好的reference 就一个更好的参考 那这本书呢 我也介绍了自己做访谈的一些经验 很多失误 然后自己从中找到的这个乐趣 和产生的一些灵感 那么在这本书的序当中呢 我也特别提到了 在过去几年当中 我做的探寻人工智能的纪录片的系列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有什么样的工作是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于人类的 那我觉得其实提问就是其中的一种工作 因为提问不仅表现了人类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 同时呢 如何在成千上万的问题当中 找到相关的重要的问题 这正是人的综合的和复杂的思维过程精华所在 所以我希望我的工作不会很快就被机器取代 那也希望呢 很多这个年轻的从业者能够从这本书里找到一些营养 或者是借鉴 能够让他们把自己的这个采访做得更好 在七年多以前我就开始做女性教育的工作 天下女人研究院和天下女人研习社先后成立 那么前者呢是比较专注于女性领导者的培养 更像是一个女性的商学院 那么后者呢是针对广大的职场女性 或者说都市的知识女性的一个内容付费和知识付费的平台 但是和其他知识付费平台所不一样的是 我们特别的去挖掘女性学习的特点 比如说女性在人的一生当中呢 在不同的阶段 她们需要有不同的认知和方法论 大学毕业的时候 她们需要怎样尽快融入职场 获得自己的这个立足之地 如何在职场的规划和晋级方面 能够走得更踏实也更聪明 同时呢她们也会面临在情感方面 在那个育儿亲子教育等等方面的 不同阶段的问题 所以需要呢有一个智库或者说导师团 能够给她们提供非常贴心的服务 所以呢在天下女人研习社这个平台上 我呢请到了很多各个方面的专家和学者 来给大家上一些很接地气的课 比如说在两性关系当中 如何谈钱而不伤感情 如何针对孩子的成长 来告诉她如何来对待冲突 再比如说AI时代 对于女性比较从业集中的行业 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同时呢我们也有陪伴性的成长课程 比如说我的沟通训练营就长达28天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需要打卡上课 你需要完成作业 也可以在同班的同学当中相互的学习 然后我也会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 和提问回答的环节等等 总之呢我觉得学习和成长 是有她自己内在的规律的 特别是女性的成长 我觉得当我们在一起共同进步的时候 我们往往能够做得更好 我觉得您写的书 还有您现在所做的事业 都是非常利他的这样一个帮助大家 帮助女性的这么一个功能 您想做这样的事情 您的初衷包括帮助女性 现在这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呢 给我们一些女性的一些建议是什么呢 我在15年前 曾经制作了一档电视栏目 就叫天下女人 那是一个女性的脱口秀 能够讲出女性的故事 表达女性对于不同的社会问题的 一些见解和看法 包括争论 所以那个节目在电视上做了五六年吧 还是挺受欢迎的 后来我就把这个品牌 做成了一个跨媒体的品牌 特别是陪伴和帮助女性的 综合性的成长和学习 我觉得在这方面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 那么近些年呢 随着知识付费的产业的发展 我们发现其实女性是这个当中的主力军 而且中国的女性特别有学习的愿望 而且她们愿意花钱投资于自己的未来 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帮助她们 解决一些选择的困难 给她们提供特别接地气的 同时又能够非常有亲和力的一些课程 真真切切的能够帮助到她们 那我总觉得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 所以我们的业务呢 在过去的这七年的时间当中不断地成长 逐渐发展成一个线上线下 相融合的一个商业的模型 那我觉得这个商业模型 也可以带动更多的女性教育机构 共同成长 共同来服务于我们的社区 所以我最近还是把很多的时间 放在这一块 也希望将来能够把这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也带到全球更多的国家 最后呢也想请您 对我们的镜头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特别是比如说女性朋友 愿意学习的这些朋友 讲一句鼓励的话好吗 我觉得这个时代 真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每个人可能能够控制环境的能力 有大小的不同 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 都有许多的不确定性 作为个体 我们常常是觉得很脆弱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起 共同的学习和成长 我们就会获得足够多的能量 也更有这个resilience 更有韧性 来不断的发展 我们不仅是一个被动的 等待被赋能的人 我们更是一个主动的 发掘自己内在的力量 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原点 让我们身边的人 也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最重要的是 从知道到做到 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想在这条道路上 希望跟大家同行 感谢您 我觉得在您的话语当中 就让我们感到正能量和这种朝气 谢谢您带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杨兰姐 在采访之余 杨兰的一句话 让我记忆犹新 学会提问 问出好的问题 是我们在这个顺心万变的社会当中的 生存之道 欢迎收看这一期 硅谷时报独家访谈 硅谷时报的视频内容 已经同步上线至多家平台 YouTube的观众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在下面留言 与我们互动 好 那我们下期内容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